在基隆市漢堡工坊老闆陈建宏指导下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和吴华家充当一日助手 兢兢业业学做汉堡一起做爱心 因为我们汉堡工坊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 关心偏乡公益已经8年了 今天刚好是中秋节的前夕 所以我们一起邀请这两位议员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 中秋节前夕施伟正和吴华家特地媒合经常从事公益的 基隆市漢堡工坊一起做爱心 制证170份汉堡 给环保局清洁队西定班中山班安定派出所 以及受市政府委托经营管理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伊甸基金会早疗儿童 和熊米屋烘焙坊等 关怀社会上辛苦工作的清洁队员警察以及弱势朋友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欢度中秋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所以早上就和吴华家议员一起到店里面来当他的小助手 希望可以将这些食物带到大家的心里面 也希望让大家在中秋节的前夕 可以有一个团聚在一起 一起用餐的感受 汉堡工坊一起去送早餐 才知道大家早上的这个生活 以及就是每一个单位它的环境 还有遇到的问题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 那也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互动交流 然后做爱心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把基隆经营得越来越好 中秋送汉堡 不同的糕饼相同的爱心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